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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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这一寸又一桩 但蒙鸣的小声 会挡在田野上 风收的大路越走越宽敞 大风收 风收好年头 出心的话说也说不够 大风收 风收好招头 祝福今天的日子年年有 年年有 乡村大舞台 小碧等你来 乡村大舞台 乡村大舞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小碧 碧明星向您奋好 这个早就听说了林宝 今天终于来到了林宝 来到林宝就后悔了 后悔来晚了 来到林宝 特别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事必须刻骨铭心 那就是在林宝的地名 这地名怎么来的 啊 皇上遇刺的是不是 那位皇上 唐玄宗 唐玄宗他的年号是天宝 那么他给咱们当年的这个桃林县 遇刺 灵宝 寓意呢 就是物华天宝 人节地灵 一说到林宝 我们就要想到 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那就是道德经 咱林宝 就是传说中 道德经的诞生地 那谁来过咱们这儿 大声说 老子 老子在咱们林宝的寒谷关 注下五千言的道德经 那真的是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要在参加竞演的 所有的选手当中 评选出三组 乡村出彩之星 现场的朋友们 请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最为前方的二维码 选出您最喜爱的节目 那么票数前三名的 表演个人或者团体 将获得林宝出彩乡村之星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在座的每位观众朋友 只有三次投票机会 并且只能投给 三个不同的节目 一定要慎重地选择 投出您最宝贵的三票 另外您也可以发动 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参与投票 那么咱林宝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底蕴非常非常的丰厚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的两位 出彩乡村之星观察员 慧龙小白鹿 就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那么他们两个到底收获如何呢 我们掌声有请 富一龙 小白鹿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小白鹿 小B哥好 大家好 我是小白鹿 今天呢 我是大红枣儿队的队长 林宝大红枣 我要祝咱们林宝的父老乡亲们 早生贵子 你得人家想生呢 你在早生 你不能都早生 我说错了 就咱们学生朋友们呢 早日成才 就农民朋友们早日致富 欢迎欢迎 这这富一龙 怎么不见了 小B哥 我在这给你摘苹果呢 朋友好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容温暖 我的心 我今年我们林宝的苹果丰收了 我们农民朋友们卖起苹果来 一个字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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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快给我都怀了 哎呀 林宝的父老乡亲们 真是想你们呀 你说站在那个舞台上 高高在上的有啥意思 和观众朋友们 和我们这林宝的果农朋友在一起 多贴地气 我决定我还是上去吧 小B哥 今天我还肩负着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份 什么身份 我是林宝金苹果队的队长 林宝金苹果 我祝在座的朋友们 早生贵子 这是我的词 这同时要平平安安 金苹果的队长是吗 对 我先问问你们这队名 为什么叫金苹果队 为什么叫金苹果呢 你说不出来就不是队长 因为这个苹果啊 它是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 那当然 是我们林宝百姓们制服的金苹果 所以叫金苹果 同意的再次鼓掌 那差不多 小B哥 你知道我们林宝这个苹果 一共种植物一共种植了多少亩吗 老多亩了 还老多亩了 你俩站稳了 我说完了别吓你俩一跳 听好了 我们林宝苹果种植面积是 九十万亩 你咬人呢你啊 那这个年产量呢 你俩站好了 别吓你俩两跳 这个产量是十四亿公斤 十四亿公斤 什么概念 那岂不是全国人民每人一公斤 对 人人有份就这么牛 林宝人给自己鼓鼓掌 小苹果 你吃完了 你待会儿好好地点评我 金苹果对 你吃完了以后 你点评我 你点评的 我跟你说 说完的话可甜了 果然是走过全国 八百多个地方的一个吃户 会吃 这水太甜了 你只往里头流 是不是有点 有点嗓子 有点被hold到的感觉 不是 恰恰不是hold到 是这那种 恰如其分的那种糖分 就是你好好点评金苹果对 苹果要多少有多少 我给你快递 小苹果 龙哥嘚瑟的时间也太长了 是吗 别给我们大红枣让点时间 我嘚瑟了吗 我作为苹果对队长 我上来我一直在推荐 我们林宝的苹果 我一点都没有嘚瑟 那你要是嘚瑟的话 你就得唱 周末无业别疲怀 快到苹果乐也来 欢迎流浪的小白鹿 不要在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唤 为林宝的苹果喝彩 跟着我一起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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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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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摇摆 别停 摇摆 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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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唱歌嘛 我们大红枣也有我们的歌 来唱 来 哼 非常好 你是我的 小 brill 现在是我的时间了 来 我爱吃脏皮肤好好 啊啊啊啊 吃上一口呈呈呈呈呈呈 啊啊啊啊 淋巴搭操 吃了都说好了 不就是贿赂评委吗 贿赂小毕哥吗 我也会 什么会 对对对 不是贿赂 这叫溜须 领宝 大红枣 吃了 都说好 好好好 小毕哥 知道咱们这个领宝的大红枣 有多少年的种植历史了吗 很久很久 我们已经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看领宝这个地方 我自己总结了一句话 高抬腿轻放下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文化 那我还真是得小心点 你们俩到文化大集去了 收获大不大 收获满满啊 好热闹啊 锣鼓掀天 您刚才表演的这是什么呀 我们表演的是 锡田取经 司徒四人 好 明白了 就是说这个 司徒四人取经回来了 八百山的小猴们一听说 大圣回来了 高兴点 打起鼓来 对不对 好了 太好 猴王 咱们领宝文化大集里都有啥呀 里面有个好吃的 好玩的 大家都一起去玩吧 好嘞 羊肉汤啊 领宝羊肉汤 汤香味美 鱼味又长 咱们这个羊肉汤最大的特色是啥呀 肉烂汤白辣红 味鲜汤浓烧饼脆 就这个都可以配着羊肉汤一起吃 对 这是我们自己打的烧饼 这是我们领宝的特色 来两碗 来两碗上好的羊肉汤 哎呀 火了 老板 大哥 您刚才做这是啥呀 油泼面嘛 油泼面 怎么还起火呀 人家又叫一点好吃嘛 就像那爆炒菜一样嘛 您这个为啥叫光头油泼面呢 那因为是光头 就是一个光头 你这个做油泼面做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那吃一碗 吃一碗 这碗滚烫的 你叫你放到这儿 味道哪样 太好吃 真是不需刺刑啊 两碗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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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碗吃人都真烤 我把两瓶来 拿了两瓶 好 您这是卖的什么凉粉啊 流泼在一身凉粉 一生一世 离不开的凉粉 那我看这个凉粉为什么炒成热的吃啊 天气热的时候就吃凉的 天气凉的时候就吃热的 这个是凉的吗 我要吃 我要吃 别刀一下小油 我跟着 认真吃啊 好好品 待会儿让你总结一下这两碗的味道 太香了 还有醋 小样 就知道吃 不能耽误这种事啊 我可把小白鹿给甩掉了 二龙哥真好吃的面条 怎么会人呢 怎么会人呢 我跟你说 我没来林宝之前 我就听说了 咱这个林宝的苹果 那可是咱们老百姓脱贫致富的金果子 大叔 您告诉告诉我 怎么挑这个苹果 它哪个它好吃呢 像狄狄说 这桥味道 这桥味就是像狄 一吃了就像狄 越吃越像狄 就是表面表皮带这种花纹的吗 对对对 巧纹的 好亮啊 这是不是多少甜甜啊 真好甜啊 真好甜啊 真好吃的 大早咧 港浅 姐姐 姐姐两个吃 走 港浅 这是什么枣啊 毛头枣 毛头枣 我尝一下 鸣包大枣又浅 一个枣虎所三年 用到精力腰瓢子 烧闯米汤 哈 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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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浅是什么意思啊 特别甜 我看你们姐妹俩 他推荐大枣的这个手法一套一套的 那是 我这人一干干豆色能干啥 我会长会调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 那带我去你们家看看 没问题 咱们领保 还有这个宴台吗 对呀 这是领保的郭州实验 郭州实验 对 这都是纯千然自然色的 这个石头它十之四米色坦斑斓 八目不慎 这么摸着 我跟你说这手感度特别好 有咱有成红烧肉 小宋子上锅打操拳 做出的威尔鲜有欧鲜 吃一口那才酒 真解采 龙哥 龙哥 我又要找到你了 我找你半天了 跑哪去了 我告诉你别瞎讨 这大鸡这么多人 跑丢了怎么办 啊 是我先跑走了吗 是 我再找你呢 注意啊 注意啊 这人在干嘛呀 裸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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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棒大家有目共睹 情宝呢是和陕西呀山西呀河南三省交界 你如果能够来一点这个曲艺或者戏曲 你来那么两句你要会 这节目你拿走 那你会吗 塔塔丘塔儿丘斗斯塔丘 高桌子底半的全是木头 我感觉在这方面他真的了解的比你多 哎呦 和我看呀 还是给他玩 亚武天罗是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是当地喜闻乐见的民间表演艺术 古典强烈 气氛热烈 表演者在三九寒天也会赤膊上阵 寒声四起 气势宏大 再加上林宝文化大集中精彩的高桥表演 更让小白鹿和富裕龙看的是目瞪口呆 尖叫连连 好 太棒了 高 实在是高 太厉害了 你要不要尝试尝试 那我要试一下 可以 没问题 我给你长得长一点 没问题吗 没问题 小白鹿 从此你的人生有了高度 你别松手 我跟你说 这个登高桥是一个勇敢的行动 就是你不要力定不动 你只要双腿一直动它就不会倒 真的假 你怎么 我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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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走 它坏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 这是什么老师 这是养烧彩桃 你看那个时候 它哪有这个店的这个转的这个牌啊 对啊 它怎么能来制作呢 人家是个大石盘 然后按上木板 用叫灯的 你看老祖先当时就有那么高的智慧了 你体验体验 好 小白鹿正在专心致志 学习养烧彩桃制作的时候 富裕龙又趁机悄悄溜走 他到底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吃美食品 咱小肥风 你耍鸣 来碗茶 来碗茶 来来来 好嘞 好嘞 老板 来来来 我听你刚才这个又说又唱又跳又演 全能啊 真好 你是咱们领保人吗 我妥生妥长的领保人 活了46年 都在领保 太好了 你看看 小白鹿啊 你说我把你甩掉之后 我轻而易举的就遇到了这么有实力的人 老板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我们那个乡村大舞台的主现场去 找夸 找夸啥意思 可以 找夸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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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盖鱼 请说管理包小吃吗 请我给你拼一拼 就是一拼 撑洞便 湖图便 吃饱高低就飞便 飞锥便 夭杂便 寅食称大跟儿便 羊肉烫酷 咱非眼色痛不痛 不辣洞是从不撓 健房食肠又要求 鱼固便 坐茶饭 大跟超圈整面法 抽饱饭是大肥囡 收过杨周团超烦 十字母 十九字母 家门耍堆水泡母 麻辣飞 耍辣飞 车员已收蒜牛肺 好吃吗 这都算有了 羞龙道是水煎炮 煎动时长大大炮 转火卷是烤妥妥 一顿冷吃鱼销 擦山子可裁卷子 可可擦擦干片子 软火炮 牛火子 狗啊重心裁火子 红书根是俩裁皮 转口万一头三块 软纠菜 喊鸡菜 两家都死磨地黑 自然臭子 斗鸡刀 西坦的地坎少老道 磨甲肉 密费肉 猪瓦斯炒酒肉肉 我们好吃啊 酒瓦 早上一碗头腹脑 谁家包子又营养 中午两个肉夹磨 三碗脚饭吃地爽 晚上清淡火彩糖 街中疲劳烂摇摇摇摇 春夏秋冬羊肉汤 一年四季都健康 零发酵 吃月 吃月 下 小屁哥 你看山津国这怎么样 你就好比是枣壶掉油桶里 怎么讲 又煎又滑 说半天没吃着呢 对啊 别来那滑头滑脑的事 赶紧的 小屁哥 就凭你的饭量 你到我领饱 你一碗你就吃不了 吃不了 吃不了我兜着走啊 来 上美食 莫玉龙 你确定这是碗而不是浴缸吗 看着了但够不着啊 够不着 对 没啥吃 上凳子 朋友们 走了八九百个地方 我还从来没有站在凳子上 吃小吃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吗 为什么 说明我们领饱的小吃有高度 来吧你 哎呀 哎呀 这气势 哎呀 哎呀 小屁哥 这么多领饱小吃 这么多品种 得让我们经过跟你介绍介绍 得先吃哪个 先吃哪个 来 老领饱的拼盘是老子豪啊 咬入汤的内味时都想尝 领饱养汤弄有鲜 来到领饱又喝 就喝羊肉汤 你就喝羊肉汤 羊肉汤 先喝羊肉汤 就那大碗那个 就这个这个 来 喝 怎么有点这一败的感觉 喝不喝 还大言不惭 我走过全国八百多个地方 你喝 就到我们领饱 就得大口喝汤 大口吃肉 哎呀 这一碗就干掉了 好 可以了 小毕哥 你来评价一下我们领饱羊肉汤的味道 还喝 不是 一碗还没品出来 刚才就想着这敢此情此奖的事了 忘了品味道 再来一碗 哎呀 看来还真是比较有诱惑力 你看小毕哥还从来没有这副吃相 哎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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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再来一碗要不要 来一碗就来一碗 我们让 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美食家 三碗 好 哎呀 这吃相 朋友们 记录下来 哎呦 快擦一擦 连鼻子尖都是羊肉汤 味道如何 美食家要告诉你 我喝了三碗羊肉汤 这是对我们领饱的父老乡亲最大的尊重 我要把我心中的祝福 送给我们领饱的父老乡亲 哎呦呦呦 还有祝福 那就是祝领饱的父老乡亲 三羊开胎 三碗就三羊开胎 那当然 四碗呢 四喜发财 五碗 五福临门 六碗 六六大顺 七碗 七星高照 嗯 八方来财 九九贵一 十全十美 好 你啥掌啊 这全国八百多个地方 到哪都说这套 哎 我跟大家说这羊肉汤 味道好 嗯 没山味 哎呦真的 热热的烫烫的 那种感觉 流到了你的胃里 哎呦 我说的是你的心灵懂 对 以后千万不要说心灵的鸡汤 说心灵的领饱羊肉汤 中间那个是什么呀 一生凉粉 一生凉粉 一生凉粉就是 炒不烂 巧不断 拿到手里还乱颤 保证你能吃八碗蛋 小屁哥 还有一首凉粉那歌 一生凉粉让人吃了 舒心 凌饱凉粉越吃越带劲 来 给他闹一碗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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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多少钱一碗 别人有钱你不要 谢谢 张静卓 大碗零宝小吃 有创意有想法 为你点赞 谢谢谢谢 别赞了 是一个领饱小吃 就把你收买了 什么叫收买 我也寻到了宝贝 有请我们的宝贝上场 来来来 小屁哥 葡萄来了 葡萄来了 这太好了 哎小屁哥 吃之前先夸一夸 我们领饱的葡萄 夸软了你再吃 还得夸才能吃 对 对美食家来讲 这也不是个事儿 青葡萄 紫葡萄 青葡萄没有 青葡萄青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小屁哥 是我夸 人家夸 不是您夸 你什么人呀 整一个绕口令 糊弄一粒葡萄吃 你夸你夸 我就脚上一个 和我一块块 出来吧 来了来了来了 还有搭的 我再脚上两个和我一块块 还有搭的 还有过来 过来了一身夸 还有 丁宝四大美女 夸吧 还有过来 我们还有呢 有六位了 六六大顺 好 好吉利 来 开始画吧 还有我呢 卖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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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八方来财 好 来来来 来吧来吧 来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我们还有呢 小毕哥 没有女的了 啥意思你这是 小毕哥 你不知道 我们这是一个重磅组合 她们呢 可是一母同胞的十姐妹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姐 搞圆画 我是二姐 搞尹画 我是三姐 搞月里 我是十姐 搞画里 全画名啊 我是五姐 搞画词 我是六姐 搞转词 我是七姐 搞转里 我是八姐 搞金亮 我是九姐 搞银亮 我是十妹 搞转里 大姐二姐 三姐 四姐 五姐 六姐 七姐 八姐 九姐 哎 我们是一母同胞 十姐妹 我是十一妹 小白鲁 我们十姐妹 给大家带来一段 看我美丽大利用宝 成师华侠二女乔 定睛包的烈欢笑 来到小村打乌菜 见美食的跨领包 十何山 美乳华 红红苹果 紫口瓜 青春干简 水饼达 人人吃了 人人夸 另方打造 四马脑 明星咱里 黑骨老 吃饱如骨 咱不消 大家吃的都算好 两瓶小骨 小草蒙 如骨 鲜蜜 特鸡豆 腿中浓郁 口感好 浓灭脂肤有发包 主要捞去餐可套 餐业扶持小木钢 幼稚可套 身夹过 元校三位 凡草桥 素材素材年纪大 搞散种子 拼至佳 辣子都叫西红丝 从当喊着丁花卦 黄油黄来四黄桃 无限鞭子九字高 正值管头成佳药 钻钱双口乐桃桃 喊呼唤 走一走 气溜脆力流一流 任真是柳石可散 赤伤一口流一收 饼包狗里全有垂 拉烧结义人一嘴 锅油洗你色者为 指断为欠夹不嘴 串口樱桃抠为佳 春来花开卖智雅 献来山花栽赛锅 直浮小木及门架 要尊特色食葡萄 品种堕来不丑笑 锅柔细腻色色哈 欠个老婆小吻药 本贯修礼樱桃里 指挥尽扯人气焚 一脆一脆仙特色 赏最真幸福农民 皇帝为命摇挂侠 喊贯孤道宗赤马 自其斗来刀则静 猴中为话应相达 爽叫塔上行妇虏 上抗楼上买大屋 一脆水托一脆人 零把耳鱼都敬谁 一脆水托一脆人 零把耳鱼都敬谁 小碧哥 你该点评一下我们两队了 小白鲁 小碧哥是什么人物 什么人物 他是一个满腹羊汤的人 满腹精伦的人 说吧 你要挖什么坑 我们希望让小碧哥 能够用《道德经》里面的名句 来点评一下我们两队的节目 道德经 道通古经 古经贯通 零把的农业丰收了 那就能做出诱人的美食 对吧 做出诱人的美食 美食文明了 游客就多了 游客多了 住店的就多了 住店的多了 这个购物的就多了 购物的多了 扫码的就多了 扫码的多了 这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就都跟着 希望发达起来了 所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同意的请鼓掌 第二轮 你们又发现了什么样的 哎哟 小屁哥 我在那文化大吉上 我发现了一个大姐 我那个大姐不得了 她是 坐手落 右手骨 坐右开弓 一身后 她那一嗓子 黄河两岸 斗三斗 走 韩山的伎俩吃破了天 娘娘的胸怀是随宽的串 老腿的前院塞虎糟 贵妃的行儿花呀叫妈 看出那心中的喜和怕 心中喜和怕 看你那冬山花果 英雄聊天 冬山花果英雄天 看的那些三千雕山 看的那黄黄 阿贵有的丸 站在宝地高盛坛 赶上新时代 新的思理天 希望种进那豐富的丫 只但它涨金水晓 验阳天 постоян 看下iese 滑木 墻缓 天 攻击 必要更能美 富 everyday 老百姓的儿子的剑剑铁 看出那灵箭暴笛 灿烂如红尖寻天 嗨 嗨 嗨 传统与时尚相结合 特别的大姐 长得很有特点呢 当然了 大姐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秦仙丑 确实觉得您这个台风棒 刚才咱们这个混搭性的节目 非常好 谁的主意呢 这是我和孩子的主意 这样开始 来 来 小姑娘 多大了 13岁 13岁 那那个大姐 您当年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 我是13岁的时候 跟着盲人老师开始学 其实我倒是真是希望你 能够好好学学妈妈这个锣鼓书 对 这是中国的传统艺术 她学了 特别哥 她今年13了吧 13了 她学了14年锣鼓书了 就是我姐 就是身怀 怀怀就是胎教 那我们今天检验一下胎教成果好不好 小大姐 走娘家 娘家出了四个半个月 娘家出了半月 整她一切 终定回婆婆 她婆家 比她娘家有三里的 那个小大姐 小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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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走来的快 全家人都晃了绝 公公几灵 嫂处 嫂婆婆 几名落司罗 她小谷 她怕的提喊 涌嘴吹 我女许几灵 巧封莫 莫莫莫莫 莫了几天莫 不错 思莫不错 好莫 我外甥羽 你别说这小姑娘 还真是 这边电子型 弹得那么好 然后这次这边 妈妈的这个 卢古书 又有板有引 其实我倒真的觉得 你将来可以把这个 传统的和现代的 好好做一下融合 这次这个 你和妈妈出的这个主意 就很棒 我们给你点赞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金苹果队 我觉得一个节目 算一个的金 别自夸了 小米哥 我在文化大集上 发现一位小姑娘 那首演 那身段 那模样 那气质 那架势 那是相当 有份啊 亲家母 你坐下 咱们说声之心话 走 亲家母 我在到坐下 咱们这边来一拉 老豆子 来到外家 唱唱闪着的大声话 自从转离开 在家 直到你心里唱牵挂 出门没有在北方 实际恍惚的你回家 你到家里看一看 你什么 干什么 做了一套新竹展 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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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面花 在家没有冲锅底 一字的触发都没有了 家里低一动都能干 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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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肯下里有梦花 不得挡一个伤 挡一个弄业科学家 对 挡一个弄业科学家 哎呀 老骚子 小宝贝特写总值 比较领够的棒子 真是太大了 你看 漫山遍夜的红颈锅 几年 无死的凤树年 你看 他们都来了 看上了大雅 软呀软溜溜 哎呀 山地 哎呀 软地 山地 软地 山地 山流一个 茶 一儿 哟 姑娘 姑娘 他们 那四行 我一个狗 抓来一个碗 一步一步走向前 哎 一儿 他 人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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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 一眼 你 更加 一眼 第一眼 嬭 喷 一眼 快 小明哥 怎么样 我们这几个小朋友 这个唱得很棒 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跟我说说 我叫王瑞琼 我今年11岁 上几年级了 6年级 我叫吴明月 今年11岁 上6年级 你呢 我叫曹家淼 今年12岁 我叫王诗涵 我6岁 上一年级 掌声热烈 你看 你想这样 我就问一问 你上一年级的 你管我叫啥 输 大红岛队认输了 什么认输了 我们太不认输了 重新说 管他叫什么 爷爷 这些小朋友真不错 真不错 我们还是把掌声 送给他们 小明哥 又到了您做精彩点评的时刻了 继续用道德经的名句 来对我们刚才这一轮的表现进行点评吧 那我先问你个问题吧 好的 你知道泥采吗 泥采 泥采我不知道 采泥我知道 我昨天去苹果园里摘苹果 采了一脚泥 我恨不得把泥采到泥里 泥采我能不知道吗 德国的 呦浩 干嘛的 他很崇拜老子 呦浩浩你还别说 要不然你提这个人干嘛呢 泥采确实非常的崇拜老子 曾经说过 道德经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 满载宝藏 放下几筒 唾手可得 如果用道德经来评价的话 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合适的 叫 河豹之墓 生于豪墓 九层之台 岂于雷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小毕哥 我们领导的不光文化底蕴甚至 而且我们这里的牛人啊 能人啊 比比皆是 哎呀我发现一个小伙子 他一会儿一出场 我跟你说我们金苹果队 就可以把你们大红枣队 给压成枣泥 观众们大家好 那个 你看小毕老师辛苦吧 辛苦 主持节目顺半天了 口若悬河 李老师主持节目很辛苦 我们领导漫山遍野的苹果 对啊 请你们喝果汁 现场榨仙果汁 小毕哥 看看我们冯金金 是怎么给你现场 仙榨苹果汁的 李老师说你怎么能够榨果汁啊 自己看 插车的两个钱币 上面呢 一根有针 一根带一个小托 它的一点点找 这是开关 开关打开了 他把这叉哥这个叉子当成自己的手了 是的 而且随心所欲 那他怎么把这苹果吊起来呢 大家快看啊 我给大家 我举起来 大家可能能看着了 这是在这个红苹果上插了一根针 对 但是这个针眼呢 比平常的针稍微的大一点 大家看 看这镜头 就这么插进去了 穿过针眼 挑起苹果 挑起苹果 你们信吗 挑起来了 一次成功 关键是要给你放到炸汁机里面搅拌 然后打出果汁 这就叫 插车 现场操作 现炸果汁 现在有点疯啊 没关系 插车 车一开动 就在那颠的 有可能掉啊 我们是惊得起风雨考验的队伍 金苹果队必将夺冠 你也太厉害了 好 现在苹果已经稳稳地掉入了炸汁机 开始旋转起来 我们看这边一会儿果汁就要流出来了 果汁流出来了 现场的掌声欢呼张 我听不到 这边 扎子又出来了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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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叉车 炸出来的果汁 是不是第一次喝 我叫零把 这是第二个第一了 第一个是站在高处吃小吃 现在是 开着插车 来炸果汁 还有点这果汁 怎么样 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 兄弟你能够再炸一杯吗 太 小米哥 我觉得我们金苹果队我发现的冯基金那简直是 真给我们长脸 小米哥 我不服 他那完全就是故弄玄虚啊 龙哥 要想战胜我们红枣队 你得有点惊世骇俗的本领 我跟你说 我们冯金金亮几手觉得 一定让大家津津乐道 还有更觉得 当然了 挑战规则 冯金金稍后将驾驶插车 用插车的插脚 拖起苹果醋 然后用瓶盖将苹果醋悬挂在钢丝上 整个过程中 他要操控着插车来完成 一共要悬挂七瓶苹果醋 且无一掉落 即为挑战成功 咱们一个建策提计的时刻 马上就到 开始 这是要干嘛 这是 把苹果醋用插车壁 首先挑住瓶盖 把它拎起来 然后挂到空中的钢丝上 这个有点难 这个不太可能 然后不掉 就视为成功 这个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我跟你说 差这么一毫都不可以 但是要把它挂到 挂到这个钢丝上 我还是表示怀疑 不用表示怀疑 奇迹就将在众目睽睽之下产生 看第一瓶 能不能挂得成功呢 这个插车这么个庞然大物 太不容易了 差了一点 差了一点 来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感觉 这么细的 这么细的一个丝 好了 可以了 可以往下落了 现在已经接触到了 接触到了 接触到了 差一点 不着急 成功第一票 成功了 因为这个车呢 它是发动机的 所以它自身的这个抖动 非常的厉害 在我们现在的场地上 都能感受到 它这种抖动 对 这个需要很强的耐心 360行 行行出状元 各行各业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这个抖动也太大了吧 因为现场你看到了 这个地面 它不平 所以在运送 果醋的过程当中 也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大家仔细看 它的这个顺序呢 是先挂两边 慢慢地 往中间挂 这个应该是 有科学道理的 当然了 它这是让两边先平衡 然后先把两边的钢丝 给压住 别让中间陷得太深 哇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老觉得瓶子晃得好厉害啊 现在那钢丝上的不稳定因素 已经有三个了 那个瓶盖上面 只能有两个小尺挂在钢丝绳上 大家仔细看 只能有两个小尺 所以它放上去的时候呢 它非常小心 好 这个漂亮 此时的缝金机 已经顺利地挂上第五瓶果醋 距离挑战成功 还有两瓶 你可要加油啊 由于在室外挑战 果醋瓶被风吹得不断晃动 这无形中给挑战者增大了难度 它能否抵住心理压力呢 哇 什么情况这是 有一点遗憾 有一点遗憾 不是 它拖开钢丝的时候很难的 只要是钢丝残了一下 就可能造成其他几瓶一块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让冯金金调整一下状态 金金别着急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的挑战 冯金金第二轮挑战开始 现在呢 大家看到了 挑战者成功地举起了第一瓶果醋 好的 不着急 第一瓶已经稳稳地挂上去了 比刚才第一次的时候 要稍微稳定一点 但还是有很大的晃动 大家看到了 哇 好揪心啊 这个真的看得我太揪心了 冯金金 你现在要稳住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好的 好的 现在 几瓶苹果醋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冯金金在第二次挑战的时候 顺利地将第五瓶挂在了钢丝上 并且将第六瓶也顺利托起 他能否一血迁持 顺利完成挑战呢 还有最后一个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最后一个了 说实话 我这喘气我都怕帮倒忙 我都不敢看了 我都 好 铁头战成功 来给我们新苹果队 冯金金金 鼓掌鼓鼓 小臂哥 我们苹果队赢了 什么就赢了呀 小臂哥 他们有叉车 我们这边可有自行车 我们这个自行车队要是一出场 你们那才叫岌岌可危呢 小臂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臂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骑着自行车从人的身上跨过去 然后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超越自我 既然挑战得有人配合呀 那我们找几个观众 不不不不不 那怎么能行呢 你既然是队长 这个主意又是你出的 而且那个名字叫超越自我 你不参加你就没有了自我 迷失了自我 我可以参加 但如果要参加的话 你们不怕我当托吗 我是队长啊 我们不怕 好 哎呀 加油 加油 美女都是这样练成的 小白露已经哭了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小白露 此时此刻 我只想对小白露说 人还在 人还在 我看看那个车轮 就是从我眼前面过去的 你还敢睁眼 说明你还没有被吓晕 太简单了 太简单啊 就这种节目 我傅玉龙 我和毕老师 我们可以说 走过全国几百个地方 我们见的不止一次 你给我来一个一次都没见过的 我就服 我们还有绝招吗 我们还有大招 请观众朋友 帮我们这边舞台看 好 帮我们那个道具 就够不够大 来 看 我们看一看 哎呀 这个道具和骑自车车 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 从低处爬到高处 然后再从高处安全地下来 挑战开始 好 我们看看这精神怎么 大家注意到了吗 它的前车轮和后车轮 出息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自行车飞跃 我刚才一直琢磨 这怎么骑呀 感觉一直是在飞跃 适合在山谷间骑行 好 越来越高 好 他得一下瞄准 哎呀 哎 一搞人胆大 也有 失败 是风太大了 没关系 你虽然是大红岛队的 但是我依然给你加油 好 朋友们 我们给我们这位选手 鼓鼓掌 再来一次 加油 我们是心里加油 好 打死我了 你看马出前提 回龙我明白了一个词 逗你玩 你去吧 刚才故意在一起 都可以能玩 刚刚其实上面 是风有点大 就是平衡不太好掌握 刚才第二次跳的时候 感觉风停了 好 谢谢 小丽哥 又到了你精彩的点评时刻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实际上这意思呢 就是领保 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也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外地的朋友 选择到咱们领保 来做客 来旅游 来观光 甚至来居住 大家说对不对 说得真好 真好 小丽哥 我真想给我的眼睛 装一个雨刷器 我对你刮目相看 咱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环节了 那就是爱我家乡创意短视频的征集活动 你们谁先把你们的作品 我先来吧 你先来 我们这个作品是 我说功夫 苹果 我说功夫 你来 我看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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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